在我的教堂里面,其实很多人都会问,谁是允设于OT的? 其实在务职法里面,两千块以下的员工,或者是两千块以上又是单位工作的员工, 他们都必须要给OT的,如果他们有工作OT。 其实一个星期的工作小时是48个小时,如果是超过了48个小时,他们就算是OT咯。 这样OT一个月不能超过104个小时,如果是超过了104个小时的话,第一,就是说你的公司是不够员工, 第二,如果是您的员工在上班的途中又或者是下班的途中发生了意外,他们就很难claim down so-so, 因为他们已经工作超过了104个小时的OT。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